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新任发言人林健首次亮相 他是中国外交部的第34任发言人 也是现任的四位发言人之一 林健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办公室担任党组书记和主任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外交部网站在15日更新了林健的职务 他现在是外交部新闻司的副司长 目前 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是部长助理华春莹 副司长有汪文斌 毛宁 胡健 蒋小燕和林健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林健以发言人的身份首次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并主持了记者会 目前 华春莹 汪文斌 毛宁和林健都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公开资料显示 林健在1995年毕业于武汉外国语学校后 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 毕业后 他被外交部选派到丹麦留学 并在丹麦大使馆政治处工作 他曾在波兰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也在外交部欧洲司担任参赞 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之前 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办公室 担任党组书记和主任